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就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课程 在上节课我们结合我们的学习模型 整理一下我们的大致的学习思路 那这大级分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先整体把握 然后再具体学习 最后持续替代 阶段的完善 我们在先整体把握这个阶段 结合我们的官网 通过编习我们的第一个Android应用程序 初步体会了一下 我们在Android上开发一个应用程序 它所具有的一些特别 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卓应用程序 是由一系列的应用程序组件 固承的 第二个呢 我们的Intent-based program 也就是我们基于Intent的变成 我们Intent就把一些独立的应用程序组件 在运行的时候给绑定带了一起 然后共同协同工作 做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Android这个框架 提供了一系列的 很丰富的API 跟我们去开发时候使用 那我们 这一阶段再去具体学习呢 我们的目标 就结合我们的安卓APP开发的三个特点 进一步学习一下相关的内容 重点难点也有三个 第一个相对应的 就是我们在上一阶段所提供到的 我们安卓开发的三个特点 第一 用程序组件和他们的Cobank卡数 第二 Intent和Activity Components 也就是和应用程序组件的激活 第三 我们把API大体账 都为两类 我们方便我们去理解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 一个模块 AppComponents 也就是我们的Intent组件 和他们的Cobank函数 下面我们看一下应程序组件 它的一个基本的介绍 首先看一下组件 它的一个基本的实义 它呢 可以理解为一个装备的东西 就是 供装配整台机器 构建或元件的一个零件组合 第二呢 它还可以理解为一个模块 一个Bowl 在电子或机械设备中组装在一起 形成一个功能单一的一组元件 第三 它还可以理解为一个单元 Unit 就是组装产品时 和组合的通常或多或少重复的一个部分 第四呢 它还可以理解为一个Section 就是一个部分或者固件 就是可被组装或被重新组装的几个固件之一 那什么是应用程序组件呢 应用程序组件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用于组成我们应用程序的一系列固件 在Android的里面呢 它就根据我们应用程序通常需要完成的几类基本的工作 然后进行了一个抽象 并定义了我们应用程序中的一个四大基本组件 比如说 我们通常来说我们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和用户去进行一个交互 这里呢 它就抽象并定义了一个Activity 它用于表示一个带有用户接口的一个显示界面 然后呢 用来处理UI上的一些交互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应用程序还需要 会可能执行一些后台比较好事的一些操作 这里呢 Android里面就定义了一个Service 这样的应用程序组件 它用来执行一些比较好事的操作 或者是一些远程的交用 中央的 它还需定义了像ContentProvider用来管理应程序中的一些共享数据 还定义了一个BroadcastReceiver用来接收系统中的一些广播事件 等等 关于安卓里面应程序组件的一些介绍 我们官网上也有先进的说明 大家呢 可以结合着官网去具体的再看一下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APP Components 运程序组件 这里有说的 应用程序组件呢 是我们安卓应用程序的基本构件模块 然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介绍大家先注意一下 就是每一个组件都是我们系统进入 我们所写的应用程序的不同的入口 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画个示意图 这里呢 我们看着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也就是Application 这里呢 是我们的安卓系统 安卓的 我们刚刚有了解到我们的应用程序呢 它是由一系列的应用程序组件 比如说Activity Service ContentProvider 或CutReceiver等等 以这些应用程序组件构成 我们的安卓系统呢 在运行的时候 它就会通过这些应用程序组件 进入到我们的应用程序里边 更具体来讲呢 就是像这里的应用程序组件 比如说Activity Service等等 它里边定义了一些生命周期后边函数 比如说Uncreate 然后Start等等 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的安卓系统呢 就会带用到 它里边的这些生命周期 特别函数 通过这些特别函数呢 进入到我们的应用程序 好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每一个组件 都是不同的入口 这里还有一个并不是所有的组件呢 都是给用户的一个真实的入口 这里呢 我们要去分一下这里所说的每个组件都是系统进入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入口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组件都是用户进入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入口 用户怎么进入我们的程序呢 就是通过UI 也就是我们Activity上进入了一些进入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下面呢 就是关于这些 四大组件的一些具体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开发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主要的工作就是根据这些四大组件去自定义一些自己的组件来组成我们的应用程序 那么怎么去基于这些应用程序组件开发我们的应用程序 换句话说 怎么去开发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序组件 然后扣成我们的应用程序呢 我们很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实现一下我们这些应用程序组件之中的callback材助 当然不要忘了把这些应用程序组件在我们的AndroidManifest里面去证明一下 这个为什么我们后面会说到 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我们的activity 我们开发一个activity呢 就是继承我们的activity之类 然后覆盖它的onCreate,onDestroy,onPause,onResume等等这些callback函数 然后在这里边去定义我们相应的操作 这里呢 我只是加载了一个layout文件 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开发我们自己的一个service 首先继承我们的service比例 同样这里几个overwrite 盖我们的几个create 我们的onStartCommand的一些callback函数 这个service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呢 主要我们这里其实就是循环打了100条Lug 在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调用makeTest打出来一个service蛋 然后我们的contentProvider同样继承我们的contentProvider去覆盖它这些query,delete,tap等等等等这些扣备函数 当然这些扣备函数并不是每一个都需要被覆盖 这个就根据我们的需要去覆盖一些 这里呢 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只在这个query里面打了一条那个出来 证明我们已经掉用到了我们这个contentProvider 同样我们这里实现了一个自己的bordcastReceiver 继承我们的delete 然后覆盖我们的couping函数 onReceive 这里面呢 实现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一些业务逻辑或者是完成或者自己的功能 这里呢 只是创建了一个在状态栏的一个notify 一个状态栏的通知 然后这些我们自定义的这些程序组件的启动呢 我们在一个主activity里面 会有几个点击的按钮然后去启动它们 功能大概就这样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看看结果 首先启动之后 现在有四个按钮 Start Second Attitude Try Provider Start Service in the Forecast 点击这四个按钮呢 就会分别调用到我们刚刚所自定的 被自定的四个组件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 Start Second Attitude 点一下这个按钮 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attitude 可以打了一条响细 Amazing I have come to the Second Attitude 我来到的第二个attitude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按钮 Query Provider 点一下这个按钮呢 就是这个按钮 最应的就是查询我们的Provider 我们的Content Provider呢 在Query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打一条Lug QueryContent Provider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ug已经打印出来 QueryContent Provider 说明已经成功地进入到了我们自定的这个Content Provider 然后我们的第三个按钮 Start Service 这里弹出来了一个消息 Service 这里我们的My Service 在执行完之后 on Detroit的时候 这里按钮那个消息 Service 也说明已经就已经到了我们自定的这个设计 最后一个我们的Send Broadcast 点一下新按钮 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盘出来了有一个Message Message 简直的Hello 我们的Message Message 这些组件都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 什么时候这些Coreback会被调用 因为只有知道什么时候 这些Coreback会被调用 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知道 我们应该在这些Coreback函数里面去做些什么工作 对于我们的Content Provider 和Portcast Receive来说 这个逻辑都比较简单 我们的Portcast Receive呢 如果收到广播 这个Unseive这个Coreback函数 会调用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它这里做相关的一个相应的动作 对于我们的Coreback Provider呢 也是一样 这里有query,delete,reserve等等 只要有其他地方有通过我们的Coreback Provider 只要用query,delete等等这些函数 就会通过我们的Android这个系统 然后进一步回调到我们的Coreback Provider这里 对于我们的Activity呢 我们看一下官网 官网上有一张图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些Uncreate,Unstart等等的 这些Coreback函数是什么时候可以选择的 首先 Activity Launched 我们的英语程序 我们的Activity启动的时候 首先会执行我们的Uncreate 然后OnStart 紧接着Unroll 执行完这三个之后 我们的Activity就起来了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如果另外一个Activity 来到了前台 然后我们这个Activity呢 就会去 就会Unpose 我们的Activity被Unpose之后呢 如果我们的用户返回到了我们这个Activity Activity 它就会又执行一下这个Un resume 这个Coreback函数 同样 同样 会来到我们的运行的状态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用户 没有返回到我们这个Activity 我们这个Activity呢 就不再被看到了 不再可见了 然后 它就会去执行它的Unstop 这个Coreback函数 回到呢 执行了 这个Coreback函数之后呢 如果我们的用户 再次返回到了这个Activity 我们 这个Unrestart 这个Coreback函数 就会被执行 直接呢 我们的Unstart 这个Coreback函数 会被执行 然后 一次 寻下来跟之前的运行是一样的 同样 再往下 如果执行了Unstop 这个Coreback函数之后呢 如果这个Activity is finished 就是 被结束了 或者是被系统 所销毁了 然后 这个 Undestroy 这个Coreback函数 就会被执行 最终 我们的Activity 相当 就被消防了 再看一下这边 我们的APP Process 这个Coreback函数 我们的 应用进程 被Core 掉了 我们在Unpost 的时候 或者Unstop 的时候 如果出现 应用程序 更高级别的应用程序 需要内存 然后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 就会被Core 掉 下次用户 再进入 这个Activity 的时候呢 系统会一次 要用Uncreate Unstart Resume 这些Coreback函数 使我们的Activity 进入到 一个Running的状态 我的官网上呢 有一张图 很清晰的 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这些Uncreate Unstart 等等 这些Coreback函数 首先 我们的Activity Launch 我们 因为我们的Activity 被启动的时候 就会一次 系统会一次 执行 我们的Uncreate Unstart Unroom 这些Coreback函数 然后 我们的Activity 就被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之后呢 如果有另外的Activity 来到了前台 我们的系统 就会执行Unpose 这个Coreback函数到我们的Activity Unpose 执行之后呢 如果我们的Activity 不再被看到了 就是不再可见了 然后我们的Unstop 就会被执行 Unstop 执行之后呢 如果我们的Activity 结束 结束了 让自己 Coreback函数 结束掉自己 或者是 被我们的系统 所销毁了 然后 就会 执行一下我们的Unstop 这个Coreback函数 最多 我们的Activity 对 消费 相当 这个状态 但是呢 看一下我们的Unpose 这里还有一个分支 就是 我们用程序 我们的Activity 运行的时候 如果另外一个Activity 来到了前台 它进入Unpull 之后呢 如果我们的用户 就返回到了 我们的Activity 直接会 从这里 直接 走到我们的Unresume 因为系统会扣下 这个扣白函数 使我们的Activity 重新达到一个 运行的状态 然后这里 Unstop 这里也有一个分支 就是我们的Activity 可见的时候 然后已经 就执行了我们的Unstop 执行了我们的Unstop 但是 执行完Unstop的扣白函数之后呢 如果我们的用户 又转回了 到了我们这个 Activity 它就会 扣一下我们的Unstop 这个扣白函数 紧接着 再扣我们的Unstop 这个扣白函数 一次在Unresume 同样 是我们的Activity 达到了一个运行的状态 我们Activity里边的扣白函数的 调用的过程就是这样 那我们Service 那我们Service呢 同样的 我们官网上也有一个图很清晰的说明了我们Service这些里面的扣白函数 什么时候会被调用的 如果 有 有地方 调用了我们的 Start Service 这个 这个API 然后 我们的Service里边的Uncreate 这扣白函数就会被调用 继续呢 它会继续调用Unstop Command 这些扣白函数 然后我们的Service就运行起来了 Activity这些扣白函数的调用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Service呢 同样 我们看一下官网Service相关的 这里也有一张图 很清楚的给我们说明了这些 Service其中的扣白函数是什么设备调用的 分了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我们的Start Service 这个API被调用 来启动我们的Service 这个Start Service被调用之后 我们系统会调用到我们Service 这个Component 里边的Uncreate 这个Coreback 调用完Uncreate 你接着调用我们的Unstart command 这时候我们的Service就运行起来了 当我们的Service运行完之后 它会自己把自己给Stop掉 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客户端 也可以把它Stop掉 然后被Stop之后 它这个Undestroy Coreback就被调用 最后我们的Service 下当销毁 另外一种情况 是Band Service 这个API被调用 这个Band Service被调用之后呢 我们的系统就会首先 首先也是同样的 调用一下Uncreate 这个函数 然后 调用我们的Unband 这个函数 绑定我们的Service Coreback 这时候呢 我们的Service 就和我们的Client 绑定到一块了 绑定到一块之后 如果说 我们所有的Client 都和我们的Service 结绑 怎么结绑呢 定位一下我们的Unbound Service 我们的Service呢 里面的Unband 这个Coreback 就会被调用 然后 直接的 就会被调用 Undestroy 最后同样 Service 下当下网 这里呢 我们就 主要讲了一下 我们的用程序 组件 就这样 好了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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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